I was blessed with the skills to make a bitch feel like shit 我是扑夫曼 最近看到最气愤的新闻之一 就是韩国爆出的N号房事件 还没有走出疫情的悲痛 就陷入了N号房的愤怒情绪中 超过一万的受害女性 被卷入了这场性剥削地狱 26万人参与了围观 可他们全都对这些残忍行为熟视无睹 在此之前 很多电影都曾将类似的真实事件翻上过荧幕 看完后你会发现 令人绝望的不是电影 而是生活本身 不得不说网络的匿名属性 是自身犯罪的奔床 N号房只是冰山一角 在真实的网络世界里 大部分黑客都隐藏在一个叫做暗网的加密网络中 那里充斥着许多让人毛骨悚然 闻所未闻的事情 电影解除好友暗网就讲述了这一切 主角仅仅是在路边捡到了一个被丢弃的电脑 就把自己和身边人 卷入一场事先预设好的杀人游戏之中 而他们就是被人付费虐杀的玩物 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桌面电影中 故事全部围绕一个电脑桌面进行 藏在这个小小发光荧幕背后的黑客 可以利用网络掌握到你的所有行踪 住址和个人信息 将自己完完全全暴露于 隐藏在黑暗里的一双双眼睛中 而对方的信息却一无所知 匿名属性变成了无形的保护色 让人性的罪恶被最大限度释放出来 人口贩卖 等各种猎奇刺激的游戏 是被明码标价的印制服务 影片中不幸被选中的男主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登陆了一个叫暗和的暗网 之后和他视频连线的几个朋友 就集二连三被不明的陌生人杀死 即使智商破格的男主 截掉一笔比特币巨款 倒逼黑客放过他们 依然玩不过暗网那些 不知拥有多大规模和势力的高智商罪犯们 在干脆利落快准狠的 将男主的朋友全部杀死之后 男主绝望的发现 原来屏幕后面 还有几万名看客 在开心的投票决定他的生死 在屏幕出现 应该让他活着吗 的投票中 竟有80%的人投了反对票 是不是像极了 N号房里那些看着少女被强奸 还吊嚣着 努力就该这么调笑的冷血看客们 这是一部没有鬼的电影 但却比鬼更可怕 无处不在的黑客 向你发出最后警告 如果我能看到你的屏幕 我就能看到你的灵魂 大部分性剥削者 都把女性当成猎物 有的将猎物肆意蹂躏 有的将猎物据为己有 电影房间就是一个 据为己有的故事 花嫡少女乔伊 被一个叫老尼克的男人 拐骗囚禁在自己后院的棚屋里 长达七年之久 需要的时候 就在乔伊身上发泄兽欲 不需要的时候 就锁在地下不管不问 乔伊稍有反抗就会被打 关掉暖气 切断电源 失以惩罚 总是POA要求他服从 要求他感恩 乔伊意外生下孩子 两人挤在几平米的棚屋里 互相支撑 给予温暖 这样的事情 并不是电影无端便造出来的 每年都有无数女人 被拐卖到偏远山村 生子工具 失去自由与人格 那些明智未开化的男人身上 充满原始的野蛮本性 对待女人就像对待牲口 长期经受折磨的女人 要么精神失常 要么为孩子忍辱负重 随着哈梅维恩斯坦入狱 好莱坞掀起的MeToo运动 逐渐平息之时 韩国又爆出N号房事件 性侵这个全球型犯罪 似乎永远不会消逝 没错 并不是所有的男人 都会强奸女人 但所有的女人 都活在被强奸的恐惧里 到底需要多少年 我们盼望的性别平等 才能真正实现 这期就到这里了 我是Puffmark 记得三连